我們持續為您守候在布立桃園醫院這邊 那麼在今天下午指揮中心的記者會當中 是宣布又新增了兩例本土的個案 而且跟這個布立桃園醫院群聚感染的個案有關 那麼其中一例是這個首度有出現病患染疫 那麼另外一例則是病患的家人 那麼也等於說是現在布立桃園群聚感染的狀況 已經累積到十二例了 而我們持續守候在這裡 第一個現場觀察到的是在今天下午 其實又有一名這個護理師 其實他出現疑似這個發燒的狀況 因此送到布桃這邊的急診室的裁檢區 來進行裁檢 那麼其實透過我們的畫面 其實可以看到他身上 其實還穿著在醫院裡面工作的服裝 那麼在裁檢過後 其實由醫護同仁是推著輪椅 他坐在輪椅上面來送到距離 大概十公尺之外的一個負壓隔離艙裡面 來進行觀察 那麼可以看到其實他坐在輪椅上 其實樣子看起來還是非常的虛弱 不過究竟他到底有沒有染疫 還要看後續採檢的結果出爐 那麼才能確定他是不是確診 感染了武漢肺炎 不過在現場傳出這個護理人員 又發燒的情況 可以說是讓現場在場的媒體 又是一陣騷動